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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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终于赶走了金钱 占领了支配我们自由行动的高地 稍等哈 马克思给我来电话了 喂 马总 你说 嗯 哦 嗯 好的 马总说道 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出入只有一条 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让社会调节整个生产 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条件下 劳动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需要 货币不再能够操纵人类 人终于成为了人 共产主义既是我们的理想和口号 也是实实在在地改造社会的行动 既在遥远的未来 也在不远的过去和实实在在的今天 这事从来就不悬远飘渺 它就在你一步一个脚印中不断向你靠近 但上天是公平的 它给了我们一个马克思 就一定会附赠许多猪队友 这群猪队友有着共同的崇高目标 反对和诋毁共产主义 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阻止人类的进步 并把全人类的智商都拖到自己这条不计合线上 如此他们才能安心地迎来又一个早晨 我是一个好糟糕的人哦 但世界仍然和我一样糟糕 那我就放心了 就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不久 一位出生在日本却投破了美国的猪队友 在他的树里宣称 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历史将止步于资本主义 这一论断使他瞬间明满天下 但幸好现实很快狠狠抽了他一巴掌 2008年 当华尔西情英们排着队在楼顶跳楼时 更多的人正在楼下排着队买一本书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书里这样写道 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就是 只要有利可图 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 而这就意味着将有许许多多人死于非命 曾经所人听闻的世界末日传言 如今看来 不过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 抱歉哦 那位猪队友 看来没有人跟你做颠备了 中国共产党章诚明确规定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在今天 为共产主义奋斗 就是要实现党的时光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是我们每一个人天赋的人权 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曾经那个年幼而无知的你 可能会认为 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些假大空话 但此时此刻 你应该已经完全明白那句话的背后 是怎样一个宏荡而现实的命题 我们是共产主义 结巴人 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 爱错过 爱人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